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森 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 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 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 朝鲜半岛的最新发展瞬息万变 平壤派出特使到挪威秘密会晤华盛顿前政府高级官员 韩国当选总统文在寅当选后立刻表态 愿意赴平壤与金正恩会面 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中国时间5月12号星期五早上六点钟 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